近日由杨子、黄胜一、霓虹杰等主演的现代商战情感剧《我在士林郭勒等你》在内蒙古士林郭勒开机 当天杨子和黄胜一的绯闻依旧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虽然杨子曾公开否认两人的恋情 不过最近却被拍到两人在机场吻别 更有媒体爆料黄胜一在国外为杨子诞下衣子 两人的关系让人物理看花 不过任听媒体如何穷追猛打 两人就是不做出任何致命回应 很难界定 因为真的是因为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很多关系真的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话去说 黄胜一的暧昧回应不禁让人浮想连篇 采访中黄胜一毫不掩饰对杨子的崇拜之意 并直言对方是自己的靠山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靠山 靠山吧 对靠山 靠山 然后就觉得能从他身上就是学挺多东西的 因为我本身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所以我觉得从他身上就学东西比较好 然后让自己能够有成长有进步 看办过程中杨子黄胜一似乎总是刻意保持距离 这连访问都是分开做 谈起此事杨子无奈的表示 其实没有刻意的保持一种距离 其实大家已经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呢 不是随着你解释或者不解释 而去扭转他们的实际想法和看法的 杨子表示 女儿经常会注意到一些新闻 还会打电话问自己 但她认为没必要刻意解释 时间会证明一切 时间是试试验证一切的真理 很多事情啊 没必要过多的刻意去解释 因为无论是咱们当时的媒体朋友 还是观众都会把解释当成掩饰 掩饰就是有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其实时间会让大家明了一切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